做出来的品质 接下来我们要带您看的是台东人的早餐 这是一家小小的 但是六十年历史的米苔木小店 成为台东在地人 很多人共同的早餐厨房 怎样的早餐 可以让还没彻底清醒的你 醒过来 大人们吃了三十年的米苔木 也继续带孩子来吃 二十几岁吧 比较五十岁的中间 早餐吗 那我啊 然后你儿 然后我孙子 十代 最好吃在哪里 米苔木 他们才会开始 所以好吃 自己做的 在地台东人都知道 吃米苔木要来这一家 三十几年前还有大树遮影 现在只剩小摊子 老桃们依然不离不弃 因为睡不醒的胃 需要一些会跳舞的柴鱼来唤醒 柴鱼片是台东特产 贡丸香Q 卤蛋超入味 剁碎拌下去 不但柴鱼片随热气跳舞 桃壳的味蕾也活跳跳 可以一座三十年的米苔木小摊 碗里面的每一种元素都实实在在 就连碗外丢进来的辣椒也够强 就已经辣到咳嗽流眼泪 老竹姑还是一吃三十年 王丽兰在热腾腾的炉后 也这么快手快脚 忙了三十年 和家人一起忙 以前是我自己寄 但是现在帮忙了 就是我女儿和她我弟妹 他们看后面几碗几碗 他们就像我讲 我就把它输入 就把它输入 输入店里面 再慢慢的再煮 慢慢的做 有时候也会 偶尔会啦 我们客人都是很久 像这些都老顾客的 有的从小时候 吃到 长大 然后出到外县市 都会回来 都会想到我们家里平台 我应该是想家吧 想家的感觉才会 所以想要回来就赶快来一次 做出妈妈的味道 让客人都有了想家的感觉 我女儿她接到家里 她还怀念这个味道 然后就这样 每个月都会把它去给她 今天买多少 今天要四五八块 我们很多也是都包这样 包回去自己煮 这个汤给她 菜都生的 回去又想吃就随时都可以煮来吃 很方便 有的会拿到外县市 外县市的蛮多 半成品米台木 买到外县市 也是客人建议的 还四十 两话 两话还八十 你看像他们都醉了 等一下买单 他就自己讲 跟客人感情好 也让温暖的人情融入汤里 黄丽兰说他的卤汁不特别 就是肉末酱油油葱而已 诀窍是 听听客人的建议 有 他以前叫我放那个糖 我改不要 因为那个甜甜的会吃腻 这个 我倒冰糖 冰糖 但是我把它改掉了 我们客人说 你这样不行啊 吃起来那个 有点甜度 会腻 所以把它改 都有改变了啦 这么没身段 有弹性 只因为当年创业维艰 像想退休的一位阿婆 顶下这个米台木摊子 之前这里的米台木 也已经卖了三十年 为了小孩子要读诗 就 因为想说 不能老是锁在身上啊 就下来了 找生意 因为我两家是做生意的 所以我也会找生意做 阿婆刚好他要退休 把他接下来 家人从台东山去的立即 要搬到台东市 那边的学校只有一锁 然后一个班级大概 一年级或二年级合班上课 他说这样没有竞争力 希望我们能够下来台东 比较有竞争力 但首先要有竞争力的 是做小生意的大人们 刚开始的时候 他叫我们 他只是在旁边指导你一下 指导到那个 他只是在指导 隔天再做的时候 又忘记了 快点再把他找来 再从教我们 女儿还记得全家人当年 怎样从立即搬进台东市 接下陌生老店 有点惶恐 他把那个米啊 送过来的时候啊 送错了 我们是要再来米 他把它再成红来米 就是我们吃饭的米 就再过来 我们坐下来之后 发现通通做错了 结果一做错 那个都不行啊 可是 我后来我们街房邻居 通通有米台物可以吃了 那一天 那一天就没有出来做生意 就把所有的米台物 都送给街房邻居吃 好了 宝贝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